有一家建材公司派了一位业务员到某地成立分公司开拓当地的市场 说是分公司,其实当时就他一个光杆司令 从租房购买办公家具,招聘人员到开展业务都得靠他自己跑 而且当地的建材市场已经有好几家相当有实力的公司 并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 几天后他去云材市场招聘业务员 除了中专及以上学历,能吃苦耐劳外并没有其他的要求 但是写的工资却是一万以上 当时他的工资也才三千 于是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个应聘者 录取的题目也非常简单 给每个人一份当时公司推广的一种绿色环保涂料的介绍资源 让应聘者去任何可能采用该涂料的工地或者其他部门推销 不怕跑重复了,只要能签下单就马上入用 那几天,那些应聘者几乎把当地大大小小的工地都跑遍了 也差不多是一夜之间 几乎所有的工地都知道当地有一家建材公司 不到一周的时间,第一批单子轻而易举的就收入囊中 当今时代最缺的不是资源 而是能够借力使力的思维 不管你是什么行业 只要你善于整合身边资源 制造出多影的局面 你就能快速走向成功 实现人生财富梦想 你认同吗?认同的关注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